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 我宣任 2024台湾大选登记在即 马英九和韩国瑜陆续表态 这是以全民调的方式 决定蓝白河的组合 希望集合力量抬升民调 双方协力下架民进党 在侯友宜和柯文哲的民调 持续落后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之下 蓝白两党的合作 似乎成为了翻盘的唯一希望 然而情势紧迫之下 双方仍然是各有算计 蓝白合作最终是成功 还是破局 仍然设备之数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在台北现场 凤凰卫视特别记者黄家腾 国民党前立委雷倩 以及高雄现场 台湾时政评论员张有化 解读蓝白合不合 猴磕变数多 陈时尼的追踪报道 台湾2024大选候选人 能近日只剩10天 国民党和民众党 为了如何决定谁代表参选 谁做副手一拖再拖 把蓝白河拖成蓝白拖 甚至一度有演变成蓝白战的风险 关键时刻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透过发言人公开喊话 全民调的方式是行之有年 也是过去几十年来 台湾的民主选举都采用的方式 这么短的时间内 也能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那我们对侯市长有绝对的信心 他表示马英九非常支持 以侯克佩 侯克侯佩 跟民进党的赖萧佩 做对比民调 以全民调方式 谁胜出就支持谁 马英九倾向于支持 民众党大选候选人 柯文哲提出的全民调定胜负 10号线沈东湖慈后宫参拜的 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 对此回复称尊重大家意见 柯办发言人陈志涵同日也表示 感谢马英九和肖旭 曾建议全民调 柯文哲没放弃蓝白整合 双方的回复都有一打太极 不过 柯办在前一晚 发布最新竞选广告 其中有一幕出现在全局公报上 柯文哲的副手是柯办总干事黄珊珊 侯友宜的副手则是 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直恩 台湾网民不禁猜测 难道蓝白河的火车真的开走了 对此 柯办回应只是创意 而侯友宜表示一笑置之 但他的竞选办公室组织 副召集人谢龙介 在9号接受访问时就曾指出 在对蓝白河的同时 也会有副手备案 蓝白河一再延档 侯客隔空交火打民调大战 又有意各留后手 早让不少选民失去耐心 而独立参选人郭台铭 与柯文哲连续两周的频繁密会 也让在野整合再添变数 当然 也有乐观者 仍对蓝白河做抱有希望 有分析指蓝白若无法整合 四年后民众党将会泡沫化 而国民党如今已陷入低潮 跌身势必反弹 因此民众党会对自己前程 又现实考量 既然蓝白河不是走过场虚晃两招 如今又有韩国瑜马英九先后发声 再加上近期民调显示 侯友宜民调上升 柯文哲危跌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下滑 超六成台湾民众期待政党轮换 合则两立 蓝白虽然可能会博弈到最后一刻 但双方合作仍存可能 无论如何 台湾大选候选人20号起开始登记 届时喧闹半年的蓝白整合议题 或将迎来大结局 打破沉默 马英九为何发声支持全民调 各有后手 侯克佩只能是蓝科一梦 期限将至 在野整合将如何影响台大选 一拖再拖 将举难破 留给蓝白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现在的情况是蓝白不得不合 但是能不能合 怎么合 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包括双方都是各有算计 在台北的现场 首先连线一下我的同事 黄家腾 家腾在马英九出面表态之后 目前蓝营是什么样的反应 现在三方的这个民调 最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好的人人 蓝白和的议题若从七月开始算起 谈到现在也好几个月了 但始终只闻楼梯下 最大癥结点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 对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决定 谁当正的 谁当负的 两边意见到现在都无法调和 因此就陷入了双方不断隔空喊话 叫嚣 但又不愿意宣告蓝白和破绝的困境当中 而今天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公开表态 支持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提出的 用全民调的方式决定候选人 之后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 也透过网络社群表示支持跟赞同 两人相继发生 其实一定程度反映出了部分蓝军的高层 对于现在蓝白和现况感到的忧虑 认为再拖下去恐怕只能破局 马英九就认为 这个国民党中央或说是侯友宜 必须要有信心能够获得全民认同 应该要接受挑战 用实力让民众党的支持者 和中间选民幸福口福 而马英九的表态会引起台湾政坛的关注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国民党内部其实也有不少人抱持同样的看法 但碍于所谓的党内团结都没有说出口 马英九其实只是说出了很多国民党党员的心声 不过侯友宜被媒体问到相关话题的时候 仍然是没有正面的回应的 他说对于大家的意见 他都非常尊重 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政党协商阶段 希望能够越快越好 将方式找出来 大家共同面对 言下之意就是侯友宜对全民调还是兴趣缺缺 而侯友宜不愿意接受全民调的原因 可能出在近期的民调商 虽然最近有几家的媒体民调显示 侯友宜的支持度从原本的第三名 已经一口气爬到了第二 支持度超过了柯文哲 国民党内部甚至还传出说侯友宜在台北市的选情上升到了第一名 但是柯文哲也拿出了民众党自己的民调 强调自己不仅不是第三名 而且支持度现在已经超过赖清德 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民调结果截然不同 双方都质疑对方的可信度 那在没有这个互信基础上 现阶段蓝白河无论是要采用什么方式 决定候选人恐怕都不会获得彼此的认同 而马英九的呼吁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认认 加藤说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蓝白河大家都喊得很漂亮 但是对于对方的主张大家都不认同 请教一下雷倩女士了 现在马上就要大选登记了 这个民调的压力又这么大 而且党内的呼声又这么强 但是为什么到至今为止 蓝白都没有办法整合 双方在等什么呢 我想双方在前一段时间呢 主要还是在争取筹码彼此教牌 可是国民党从以前吴敦义当党主席 到现在的朱立伦当党主席的时候 都一直有一个要重返执政 也就是以政党重拿回执政权为核心的思想 那么现在老百姓的希望呢 却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的时候 台湾可以避免选择一条战争的厄运 也就是说避免让赖清德当选 所以很显然的就是所有的支持者 跟党中央这种以权力核心的想法呢 是有一定的距离 两边现在的叫板 事实上已经到了第九局了 我认为今天就是第九局的第一个球啊 这个球里面呢 是两个人连接打出来的 马英九是蓝营 除了我们的大佬像连战连先生 最近身体比较不好 不适合出来讲话以外 马英九是蓝营现在 曾经担任职务最高的 那么韩国瑜呢 是蓝营到现在为止 人气最高的 所以最高的职务 以及最高的人气 两个职务王跟人气王 都出来呼吁要以大局为重 也就是以战争与和平的这个大局 全体人民的期待为重 而不要在自己政党 得到政权的这个小心思里面转圈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号 也应该是这一场棒球赛 第九局的第一球 对 马英九包括韩国瑜 都在呼吁大家要以大局 为重 包括马英九曾经 他在表态认为 无论是侯科配还是科侯配 谁的全民调高就支持谁 请教一下张有化先生了 所以马英九一直在不断地呼吁 大家不要只看自己的党派利益 要以大局为重 但为什么就是双方做不到呢 现在马英九韩国瑜出来表态了 能够成为双方整合的催化剂吗 当然您问的这个问题 我今天晚上碰到了国民党智库的执行长 传闻中副首人选的柯志恩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高雄出外场的时候 正好柯志恩也在现场 我当面问他 但是柯志恩没答复这个问题 我请各位回想一下 从10月15号到11月10号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要是能够接受全民调 老早就已经接受 不可能到这个时候 他会峰回路转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真正排斥全民调的不是朱立文 而是侯友宜 我在11月8号的时候 跟一个国民党内 算是涉及决策的人士 谈过这个问题 他说侯友宜非常坚持 你既然不要日本模式 我就是德国模式 那德国模式现在做 时间来不及 那只有全民调 大概可以在五天以内做完 可是侯友宜自己他又讲 他说希望11月12号 三日内大家见个面 能谈定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侯友宜要透过协商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比全民调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侯友宜不点头的话 我想任何人都不能影响他 至于说马先生也好 韩国瑜也好 他们提的全民调 的确是解套的方法 我再提醒各位 一个月下来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接受全民调 既然不接受全民调 必然有他内部的原因 而这个内部的原因 恰恰是侯友宜的短板 在这种情况之下 侯友宜既然讲 还是政党协商的话 那我想全民调 只不过是马英九 跟韩国瑜的呼吁罢了 雷千女士 有一种观点认为 如果蓝白能够整合成功的话 就无论是侯科配 还是科侯配 其实赖清德都会面临着 很大的压力 甚至把民进党下架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您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很清楚 所有的数字 不管你是任何人的数字 都告诉我们说 赖清德大约是 三成到最高三成七 也就是说 其他的人的表达的态度里面 有六成多 是分在不同的候选人里面 因此现在就算有两组 或者是我们把郭先生 也继续算进来 有三组候选人的话 任何一组去跟赖清德拼 都有很大的危险 任何的两组加起来 就要看他中间彼此的消长 可是两打一 二打一的情况之下 他的赢面就大的很多 所以我认为 如果国民党 尤其是侯友宜 现在迟迟的不肯接受 任何一种程度 或者是公开程序的比较 最后去成为一组候选人的 这种提议的话 那么最后就会有两个可能性 就是将来仍旧会有 两组人成为政府的候选人 然后侯友宜就会落在旗外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 当然是侯友宜市政 两组人正负中间的一个 不管是怎么样 在这三个人里面 只要有两者整合了 我相信希望和平的人 会自动的集中选票 那么很多人也会去呼吁集中选票 那那个时候留在外面的第三组人 就会是被大家自动弃保的对象 因为这不是个人如何 因为这三个候选人中间 都有很多有些人喜欢 或不喜欢的地方 但是现在就是以大局为重 两岸到底要走一条 和平的道路 还是让赖清德把我们 带入一条战争的漩涡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所以只要这三组人中间 有两个整合了 那么所有的选票 一定会有很大的力量 去推动他们要集中在 这个已经整合的两组人中间 那如果蓝白整合失败会发生什么呢 张悠华先生 现在有人说 这个民众党有可能就会 以后面临着泡沫化的前进 国民党也会一决不振 您的观点呢 这么说好了 我们现在看柯文哲 那么巴结郭台铭 各位想想看 五六七月的时候 他认为郭台铭 没有资格跟他并肩作战 然后说一会儿 三盟还是一会儿并购说 民众党是非常排斥郭台铭 那现在柯文哲 他目前的做法是 当然是希望 找郭台铭结盟去压侯友谊 然后操作气爆 这个是柯文哲的最高战略 已经确定 就我所知已经确定 那其次我们就来看 如果蓝白分裂的话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蓝白分裂 为什么截至目前为止 大家都不愿意分手 就是不愿意去承担 历史罪人的罪名 那尤其柯文哲的意思 最好你国民党就宣布破局 你宣布破局 那我柯国配的话 或者柯国结盟的话 那我的比例是大于侯友谊 所以柯文哲现在跟 郭台铭的结盟队 侯友谊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但是我再讲个一句 只要有三组人马出来 一定是赖清德获利 因为侯友谊绝对弃不掉 那民众党它是一个小党 你小党不太容易发动气宝效应 除非你比照新竹模式 新竹模式是国民党 你让民众党让高宏安当选 因为在操作这件事的 整个过程中 我有部分参与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出来 如果国民党不弃侯友谊的话 你民众党纵然加郭台铭 你还是打不过赖清德 好 你一旦如此的话 现在最大的问题 民众党必然走亲民党的道路 而国民党就变成一个中型政党 当它变成中型政党 是永远沦为地方执政 而没有办法在大选中获胜 这个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接下来郭台铭 会不会成为一个关键的少数 这样一个角色呢 雷倩女士 郭台铭现在仍然有选择 柯文哲在争取他 国民党也在喊话 目前为止仍然在持续地喊话 郭台铭归队 就是归入国民党的这个队伍 所以你怎么看 对于郭台铭来讲 他的选择应该是什么 郭台铭先生现在所面对的 其实不是这两个而已 而是民进党用司法检掉 无情地打压他 也就是说对他施加了 极大的司法压力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 这一次的选举 若不是郭台铭先生 讲出金门和平倡议的话 战争与和平的这个主题 一直是在大家掩盖在桌子底下的 一个暗暗的题目 而他在整个选举中间是唯一 而且是最明确的说明 这次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所以我认为郭台铭先生 无论他将来能够有多少的选票的影响 至少他在这个议题上 是牢牢地是站在了一个正北方的位置 希望将来在组合的时候 在战争与和平的这一条路上 尤其是国民党希望 继续朝两岸和平发展的路径 走的这条路上能够有他的角色 那也就不枉他参与这一次从初选 或者是到后来的联署 受到这么大的国民党内部的压力 以及民进党司法的打压了 对 两岸是战是河 春江水暖压先知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继续聊 台湾2024大选将至 现在有传闻说 岛内的民众由于有感于局势不稳 现在出现了移民潮 来请教一下加藤 你所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 好的 任任 台湾出现移民潮这样的说法 其实来自于日前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为国民党大选的参选人 侯友宜站台时公开的表示 他说有不少台湾人因为担心 台湾紧张开始偷偷办移民 那还有移民公司的业绩 光是今年就成长了三倍以上 那也有媒体用30年来 最有感移民潮 最文章的标题来报导 说有许多经济能力中伤的家庭 像仲介留学的公司咨询 如何才能够把小孩送往海外去念书 或者是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小孩在读完书之后 能够留在当地国 如果能够拿到第二本的护照更好 不过实际上这波所谓的移民潮 在台湾的民间感受并不是非常明显 与其说是现在有很多人急着离开台湾 其实更像是在寻求一种意外的保障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能够有第二种选择 不过当然蔡政府一再抨击这是假新闻 还讽刺说这是在为移民公司打广告 台湾的内政部就拿出资料 强调说从2018年到2022年 台湾外来移居人数是从6万多人 成长到8万5千多人 而台湾的移民署也说 近5年的移出核准人数只有3600多人 也就是说一路的比移出的高 并没有所谓的爆量的情况 但是这样的说法其实有很大的漏洞 因为台湾允许有双重国籍 很多人在取得海外居留这个资格之后 依然是保有台湾的身份 那在没有查证管道的情况之下 台湾民众拥有双重身份的事实 在数据上其实就完全看不出来 而真正可能的情况是 有能力的人可能有很大部分 都已经透过管道取得离开台湾的资格 剩下的是没有能力走和不愿意走的人 张语华先生 你看嘉腾刚才说 关于台湾到底有没有爆发移民潮 其实各方的说法都是不一致的 韩国瑜说 现在移民公司的业绩暴增了三倍 但是台湾的移民部门拿出了数据 说现在没有移民数字暴增的现象 那到底台湾有没有发生移民暴增的问题 我先讲一个故事 大家一听来就懂 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李登辉曾经下令相关单位清查 美国在台人数 结果是5.5万人 好 但是从美国方面得到的资料 可以随美国眷属撤退的 各位晓不晓得 25万人 25万人 就是说刚刚嘉腾讲的 这个叫双重国际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移民公司有没有增加 因为这些项目都是属于管制项目 他们会以多报扫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 那我确定的是 申办第二本护照 增加人在台湾 但是申办第二本护照 把加小送出台湾的人变多 可是他们的户籍还在台湾 换句话说 从这三个 从96年的调查 到移民公司到底有没有增加 他的业务 那更重要 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拿第二本护照 所谓第二本护照 不见得是美国 而是说其他国家 换句话说 民进党执政这个7年到了第8年 尤其明年赖清德又有可能当选 很多台湾人民是采取避险策略 这种避险策略 他会告诉你吗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 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现象 那李谦女士 其实在台湾移民潮这种争议的背后 是台湾民众对于现在两岸情势紧张 两岸这些到底是战是和的一种 很深的忧虑 您认为这种忧虑会成为现实吗 对于大选之后 明年的大选之后 两岸的情势到底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忧虑 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诺言 如果蓝白不赶快和的话 那么也因此有很多人 的确是用避险的方式 如果我们仔细看 光是每一年台湾出国的人口 就有700万 这700万是可以随时买机票走的 若是情况 他们感到越来越危险 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做下一步 不但是买机票出国 同时可能会把加少一部分 安在国外 这个是人之常情 同时我认为 在过去的两季以来 你可以看到 有大量的台币的汇出 也就是说台币跟美元中间 有大量的台币汇出 就是资金出逃的情况 以及现在的外资 其实你看台湾的股市热络 是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换手 他们时常把手中的大科技股到货 转买如果要互盘 一定会买的金融股 所以你会看他在个股中间 一直不断的轮动 都在做极为短线的操作 所以无论是个人为了自己的安危 或者是像外资在股市的操作 现在都进入了一个极为短线 以避险为核心的操作手法 明年1月13号如果是赖金的当选的话 那我相信这种避险的趋势 一定会越来越明显 而且出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张耀华先生 其实最近大陆的航母山东舰 出现在台湾海峡 其实引发了岛内的一个 非常普遍的关注 所以您认为这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这个就是告诉台湾 中国大陆是有能力 对台湾采取很多的动作 不单是封锁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现在台湾是非常关切的是福建号 毕竟航母它对于台湾威胁最大的是在东部 而绝对不在西部 当台湾东部不守的时候 这个台湾所有的战略众生完全消失 那就我所知台湾军方 现在比较关切的反而是山东号 山东号一旦部署完成 辽宁山东加福建 就可以成为一个铁三角 一个是东北海岸 一个是东南海岸 一个是西南海岸 这样子对台湾来讲 威胁是与日俱增 好 谢谢张耀华 先生和雷浅女士也信息加藤 凤凰全球连线 下周见 除了等一万 我还能看见什么 除了光一万 我还能要求什么 除了你一万 还能依赖那新歌 在这里一万 在呼喊的是什么 在百年以后 想回忆的是什么 在离开以前 能否再见 那一刻 记得 你的眼睛 将会亮着 我的手臂 将会挥着 谁说世界 早就没有选择 我会喜怒 你会爱乐 唱几分钟情歌 为什么 至少像你 我们还活着 像单纯的蝴蝶 为玫瑰的甜味 而飞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